今集我和大家介紹了一些遊戲機的輸入裝置 其實我自己從小開始已經是這方面的湧蹬了 我買過的東西包括有任天堂第一代的光線槍 Bandai出的龍珠獨卡器 之後超級任天堂和Mega Drive 它都出了一支槍是用來玩普拉米的Little Enforcer 那個年代還有MARWILL PINK出了一隻滑鼠 還有一支比較冷門的砲是叫做Nintendo Scroo 之後在Dreamcast有個沙槌 到PS1有跳舞毯、KOLAMI的打碟機 還有一支槍是用來玩LAMCO的TAMPRISON 到了C的SATURN又是一支槍 用來玩Virtro Cop和House of Verdeck 在PS2當然我有買到它的高科技產品iToy 音樂遊戲的太古和Pod & Music的手掣我都有 到PS3就有Guitar Hero 以及Walksmith這類都不知道應該歸類它做 遊戲input device還是樂器的電子吉他 當然還有我在第二集和第三集有介紹過的PS3和Oculus VR 就算連即將在Switch推出的LABO我都有興趣 另外我在不同的平台買過的軚盤共有四套 就算連軚盤的配套、賽車座位我都有 聽起來好像很多東西一樣 但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我是沒有買到的 就例如電車、飛行模擬器、Dragon Cressor Eye of Judgement、Virtual Boy、任天堂手套 還有它有一個催器電單車的 至於它另一個兄弟催器Boxing 我剛才沒有提到 但其實我也是有買到的 我雖然買過這麼多東西 但可以保留到今時今日的就不多 因為我跟真人一樣有個嗜好是把電子儀器分析 但我跟它不同 我從來拆了之後都是拆不回來的 剛才那些input device 很多都是用普通的Switch或者pressure sensor iToy就是用我第三集所講過的Mixed Reality技術 有些會用到Gyroscope、Accelerator和測距sensor 這些東西今時今日每一部電話都有 就沒有什麼特別值得去介紹 但當中有兩樣它比較值得去介紹 其中一個就是Virtual Boy 很多人會以為家用的立體頭罩是Sony發明的 但事實上任天堂組在1995年已經推出了 不過它只是推出紅色 解像度只有340x24px 又不能調校眼距 戴起來不舒服 它就不是戴上頭上 而是有一個架子給你放在桌子上 然後就好像現眼伸伸自己的頭上去 價錢貴和軟件不多 這大堆不利因素 所以當時是流行不到的 其實任天堂除了Virtual Boy之外 它在3DS上都有些很特別的玩法 現在市面上顯示立體的主流方法 就有主動的Shutter 或者是被動的偏光鏡 以及是VR的頭盔 它們是用不同的方式去遮擋著光 令到你每隻眼睛就能看到你相應的影像 要遮光自然就要戴眼鏡 但3DS就可以令到你不用配戴特別的眼鏡 都可以看到立體的 它的做法是將一塊殖紋的膠片放在螢光幕面前 就因應一般人的眼距 即是X軸 以及拿著機的距離 即是Z軸 就很巧妙地遮擋著光 讓你每隻眼睛就只會看到它想你看到的東西 就好像你現在放著手在你面前 左眼和右眼在手指縫中間看到的東西是會不同的 如果控制得好的話 在一塊平面上就不用戴特定的眼鏡 都可以令你感受到立體了 在初時的3DS 一定要將那部機放在特定的位置 才會出到立體的效果 但近代的NUV3DS 更加可以用那部機的前置鏡頭 精確地分析用家的眼的位置 再即時去改變遮光的位置 讓你不用用指定的動作拿著那部機 任何方向都可以看到立體 這種做法都算得上是一個突破的 至於另一個值得介紹的就是光線槍 如果大家有玩過任天堂版本的話 都會記得當你失手之後 狗會走去恥笑你 都很傷你自尊心的 由於光線槍的造型 我小時候就很怕它會放一些輻射出來 對身體有害 所以如果有人用這支槍指著我的話 我會走來走去避開它 但是拆了這支槍之後 我就發覺這支槍不單止不會放輻射 在最早期的任天堂光線槍 其實它連你指向去哪裡都不知道 它只會知道你有沒有射中它特定的目標 當你開槍的時候 才會收起了給你眼看的畫面 將整個畫面變成黑色 然後在指定的目標就會出現一個白色格 這支槍有一個光線槍 去看看槍頭收不收到那點白光 如果收到的話 就即是說你射中的目標了 它是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去偵察多點目標的 只要相關的目標輪流出白光 它看回你什麼時候去收到白光 就知道你中了哪一個目標了 然後這支槍就可以出相應的中槍動作和計分 但是每個偵測的目標都會令畫面閃一閃 玩家是會明顯地感受到的 所以一般都不會超出三個目標的 因為開槍的時候畫面會閃 本身應該是很自然的做法 但是如果畫面會閃幾下的話 玩家就會覺得有點怪了 另外它真的有用黑畫面來做 tracking 即是如果你長期用一支槍去指著一支白色的燈 是騙不到的 第一代的任天堂就是用這些禁原始的做法 讓你可以用一支槍來作為輸入裝置 但其實只得它一個是這樣做的 由於機能提升了 由Megadrive開始 那支槍的槍頭上會收到一個特定的顏色記認 再用它收到記認的時間 就去估計這支槍指在哪裏 CRT顯示器的Horizontal Scan Rate和Vertical Sync的速度很快 人眼根本看不到畫面是做了手腳 這做法一直用到Pasma和LCD TV的出現 數碼訊號的Latency和Refense Rate都爲不上模擬信號 它的更新方法又不是一條一條線的出現 所以就不能靠這個顯示器了 要用外置的接收器 由2006年的V開始 就知道我最近介紹過的Oculus Swift 它都是有外置的接收器的 而最近更加發明了一個新的做法 就是在我第二集所講過的 射一個網面在牆上 然後用前置鏡頭去拍一些格子 Microsoft Mixed Up Reality系列和Oculus Go 都是用這個做法的 我之前在第三集說過 會和你們講解如何設置這個混合實境 這個節目現在已經到了尾聲了 下一集是時候我要對應我的承諾了 阿朵